各位早晨 歡迎收看這一節天氣 我是蔡子純 一個偏東氣流 今天影響著廣東沿岸地區 早上時由港島南區的鶴咀望出去 見到天上陽光不錯 不過同時亦有一些積雲的發展 在對流雲層有機會帶來一些趨雨 事實上在雷達的影像 從昨晚到今早 亦都見到有一些雨區由東向西橫過香港 說我們帶來了一些趨雨 甚至是雷暴 在雨量分佈圖可以見到 午夜至早7點 香港很多地區都有雨量錄得 特別是在新界的東北部 更加錄得超過10毫米的雨量 現在氣溫方面 去到早7點多時 見到香港各區的氣溫 普遍都介乎在26至28度之間 我們預計香港今日的天氣 將會是大致多雲 有幾陣趙雨 初時局部地區有雷暴 日間會是短暫時間有陽光 最高氣溫會上升到大約31度 風方面會吹著和緩 至清淨的偏東風 展望在偏東氣流的影響之下 未來一兩天都會是大致多雲 風勢較大 亦都會有幾陣的趙雨 一直明天說到這裡 下次再見